嘿嘿 40公分 60公分 嗯~~ What? 它的顏色也不一樣 叫Daddy過來 這個本來就白的啊 蛤? 那這個本來就黃的啊 欸?應該也是白的 它會不會有寫嗎 它寫雙... 它寫兩個色溫啊 白光6000 它已經自然光4000 所以是固定色溫喔 我來看看 應該是可以調吧 它的自動感應是 感應什麼東東 就是你走過去它會亮啊 但動一直這樣子它都... 不會亮啊 好你不要動 洗了 好不要動啊 什麼事情 他沒有殺死 我就是夢到 你看說明書嗎 它沒有說明書 沒有啊! 不會亮 你整個失敗了 不會亮了 什麼鬼啊 秀斯 那你買這個是自然光啊 自然光是黃色的 自然光是黃的喔 對啊 自然光不是白的喔 那白光是什麼 白光是... 那黃光是什麼 它沒有黃光 是一個選項 你是在購蝦咪 你...你方向擺錯啦 你看喔 走過去 你屁股 你這樣子怎麼用 你怎麼那麼近 不是啊 你另外一根它都不會洗掉啊 你那個燈影響它 覺得有東西在動 可以洗啦 這樣子就感應不到 它應該是有... 我走另外一邊 等一下... 我走另外一邊 咦...有 這一邊 你有 對啊這一邊比較靈敏啊 不是... 方向錯了啊 它寫說無任何動作 8到10秒後自動洗滅 我拿去除風看看 來 你拿去除風開一看 黃的比較不靈敏 對啊你看 我這麼久了 怎麼都不亮 可是我沒開 你根本沒開啊 你是要開Auto還是開 Auto Auto是往這邊 對啊這個感覺比較溫馨嘛 你剛剛那個好像... 我... 停屍間 它都不會動啊 要做回來才亮 已經要走的時候 或者是它要... 感應到... 比較大範圍的移動 或者是... 感應到真的... 很明顯的有東西在動 它才會亮 你如果站在它前面久一點 它應該就會亮 對啊 它... 它可能有一個 說... 要移動 東西在移動 可能要... 一秒鐘它才會 讓它亮起來 不然一件衣服 一張衛生紙這樣子晃動 它就亮了 可是... 也很麻煩 怎麼樣 你是不是想退貨 看起來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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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不是那麼靈敏 都已經洗完手了 要走了 沒有啊 你... 你還沒有試過洗手的 洗手 去去去去去去去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真的偷瞎你的眼睛 對啊它這個柔和光線 這樣看起來就很漂亮 它是不是放太裡面 它距離不夠 要出來 它寫三公尺 不可能啦 三公尺很遠耶 三公尺你會走到那個 廚房外面都敢練得到 我就是說 你可能需要 待久一點它才會亮啊 不然你只是稍微走過去 它就亮起來 對啊你看 讓我來 對啊它就是有一個延遲的時間啦 它不會立刻亮 它不會立刻亮起來 兩米內感應效果最佳 啊就只有這樣喔 對啊它連說明書都沒有產品 真的厲害 喔它不一定是這個亮度 它說亮... 亮度減弱時機充 趕快要充電 可是它電不夠才不會那麼亮 所以剛剛是都電不夠 所以它都敢練不到 也許喔 Micro USB 插上去就爆炸亮 欸變藍燈 藍燈那是什麼意思 藍燈就是充電鐘 沒有比較亮嗎 沒有啊 但它的8到10秒有點長 對啊 它有熄燈了 亮啊 為什麼不亮 笑死 欸熄燈了 媽媽換你一走進去 看看會不會比較好 會不會的它 在 那你就 很棒啊 欸 媽媽一一走就有了 還是因為我穿黑色的 沒有客人 媽媽穿白色 所以我才問你它是用什麼感令的啊 如果是什麼紅外信還是什麼的 你可能那個波長被你吸掉了 對啊 所以媽媽穿白色的 你看我再走進去 但我什麼都沒穿 怎麼還不行 欸 還是因為放那個角度是對的 哎呀你看 就是人才嘛 就是要放這個角度 你看 這整個廚房就變超漂亮 走到這裡都已經太裡面了啊 媽媽哪有 死好死壞的這個燈要來幹嘛 這不靈靈的 該怎麼靈靈 欸嘿 這不然要Stable怎麼樣 那換這邊啊 換這邊 喔喔冰箱後面有插頭 什麼事 還有一個顆 漂亮 那就是這個角落咧 那我媽媽說要玩什麼 玩床啊 玩床 玩床 媽媽要去床上嗨翻天 延遲太久了啊 有時候很快 有時候很慢啊 換我去洗手 不 不會亮 真的要走出來 真的要走出來 超會亮 它是哪裡感應 這個感應怎麼這麼爛啊 感應超不靈敏 這樣一根燈棒多少錢啊 喔這長的要900多塊 這900多塊 那你不如買我 那個超high燈棒 那個才1600塊 那你的 兩倍尺寸欸 可以嗎 洗掉快點 我的可以用遙控器 你看 喔 喔 有沒有看到 好 走 走過去啊 有啊 你看它在閃了啊 有啊 你看它的閃 不會亮 啊 怎麼它現在一直亮 它現在不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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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現在不會按掉 整個嗨翻天 對啊 它現在不會按掉 它現在不想要按掉 還是它已經一直感應到我 還是我們狀態近欸 它感應不到 它需要距離遠一點 你看它現在都不會按了 我剛才摸一摸它就不會亮了 什麼鬼啦 好我們離開 什麼 喔 按欸 快 上了 欸 快喔 這次怎麼那麼黎明 還沒進去就亮了 沒有啊 因為你在它的前面太久了 我覺得是 不能這樣走過去太快 啊不是啊 你要在它前面 我就是說 對啊 沒錯啊 所以我就是說 你要在它前面一陣子 它才會亮啊 它網頁有示範說 它是什麼 在什麼樣的情況使用啊 它應該是廚房嗎 然後 廚房 沒有廚房 夜燈啊 然後它的廚房應該是 你的 洗手台 或者是 你在做菜的地方 就是連你的 床底下也可以擺 然後你起床 感應到你走得動 它就會亮了 超酷的 你都先摔倒了 它才亮起來 欸 怎麼現在又變得靈敏了 來吧 現在可能電衝的比較 它現在電衝飽 來上吧 欸 現在變靈敏了 原來是它沒電啦 哎呀 喔 那這樣子 是可以 可以購買的意思嗎 好嗎 是不是有比較好一點 原來 好快啊 你看 原來它現在變靈敏很多 才說它靈敏 哈哈 哈哈哈哈 夠噓 Sony靈敏就不亮 不能走太快 要慢一點走 不是啊 你誰會走 慢慢走啊 你再來一次 我慢慢走 它就會亮 它應該是說 它在3公尺外 先感應到 你如果已經在3公尺以內 感應到它就沒那麼跨 懂嗎 我猜啦 就它需要反應時間 對 所以 所以我 要走 要從這裡走過來 它可能會感應到 但重點是 誰會這樣子走過去 我們現在試驗嘛 3公尺以內 來 走 你看你失敗了 亮了 要走進去了 裝水時間 欸亮了 這樣有及格嗎 洗手洗手 洗完了 你怎麼洗這麼快 12點再玩一次 我要去睡覺 你徹底失敗了 它這個感應的到底是怎麼樣 你看 你看 你整個野問號 你要先評論一下 評論什麼 你覺得它太爛了是不是 嗯 是有點爛 可是它怎麼都沒有反應 都沒亮 你以後進廚房就要先揮揮手 它就會 它就會亮 兩個一起 對啊 對啊 所以他們應該是都有感念到 只是它有 一定的 什麼東西 就是你要待多久 或者是要幹嘛 你看 他們同時亮 表示他們的 是一模一樣啊 所以它設計原本就是這樣 很難 這個亮 那個不亮 你是不是被 被它搞得到 瘋掉了 是 可以 那你可以睡覺了 可以睡覺了 請打包 晚安 打包是要退貨的意思嗎 除非你找到 沒有我們可以直接退貨 我也對它沒有什麼感興趣 我可以幫你直接打包 好 你剛才怎麼拆的 要把它恢復原窗 可以了 退貨退起來 拜拜 晚安 去睡覺吧 好